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今天分享的这个课题呢 是这个自动型销售大师 昨晚我看到有很多新的伙伴来参与这四个成功学院 那么我先简列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那么在爱多美呢 只要你达到自动型的销售大师 基本上你的业收入呢 会有被动的大概7000到1万块左右 那么这样的收入是好还是不好 好哦 那么其实在爱多美呢 谁适合拿这个收入呢 其实只要你有想过 可以人退休了收入不退休的人 都有机会拿到这个收入 那么我今天分享这个课题呢 我主要是分享的是一个新法而不是方法 不然你没有把这一块建立好 你有再多的方法 可能你也是很难达到这一标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开始我们来看这个漫画一下 因为爱多美是以这个消费为导向的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消费整个消费的进化论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让你知道消费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在好几百年前 在还没有出现货币之前 那么以前的人是怎么拿到他们需求的东西呢 他们是通过物物交换 就好像我们以前读历史读到什么 System Butter 那么我家里有萨工 你家里种番薯 那么我刚好需要番薯 你需要萨工 我们就通过兑换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货币 然后过后呢 经过了货币出现了 人类对于这个需求提高了 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这个四级 叫做Pasa Pagi Pasa Maram 因为人们的需求多了 所以出现了这个可能 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四级 让你每一个星期有一个时间去购买 然后过后呢 进化到什么 进化到了这个 杂货店 那么杂货店的时候呢 过后 根基就是人类的需求 越来越提高了嘛 对不对 所以来到了有了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每天都开 早上10点开到10点 让很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费 因为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呢 消费已经不再单纯了 只是因为所谓的衣食住行 必需品而已 它已经包含了那些多余的物质上的享受 过后再接下来呢 就是电子商务 那么电子商务在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们是叫做e-commerce 那么电子商务呢 在马来西亚 它连接跟这个消费的时候 其实就是互联网开始在马来西亚爆发 我们马来西亚1998年 第一个网购平台就是Lelong.my 过后在2004年出现了Ebay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些东西 过后在2012年出现了Air Asia Air Asia就是亚航 它通过网络给你们去消费 问题是这些平台都没有能够让我们消费者能够赚钱 对吗 我们都只是消费 直到2016年有一个平台进入了马来西亚 那么这个平台呢 它结合了所有互联网电子商务的模式 它结合了B2C C2C还有一个O2O 爱多美最强的就是O2O 就是offline to online 就是线上体验 线上你可以去体验 线下你可以去体验 线上可以交易 就是O2O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去服务中心 体验那些产品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去过服务中心啊 服务中心是不是很多产品给你去体验啊 对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体验看 是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那么你要的话 你就去线上交易 爱多美呢目前是我个人在互联网 创了几年的时间 我看到是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 能够让我们消费者通过消费的同时 还可以把钱赚回来的 所以我把它叫做把钱花回来 OK 所以我们来看 天下无人不消费 消费就是为了满足跟生存 满足你的意望跟生存 那么你一定要了解爱多美 那么爱多美在这个消费的过程中 其实爱多美扮演着什么角色 因为你不了解这些东西 你去分享爱多美 人家问到你 你也回答不了啊 我在爱多美消费跟在外面的平台消费 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 我们讲高端的消费叫生活对不对 有钱人的消费 它不是为了生存嘛 对吗 它是为了享受生活 这个当然你要有钱 低端的消费叫做生存 很多人消费是为了衣食住行 为了柴米降住 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生存 但是你要看懂 爱多美消费 董事长提倡的是一个什么理念 就是balance life 均衡的生活对吗 所以在爱多美是一个均衡的消费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每付出的所有的钱 在爱多美消费都有一个回馈的点数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除夕的开始嘛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这个东西 大家认同吗 认同 所以就因为这些等等的优势 我们爱多美2017年在马来西亚 创造了一个很强的业绩 大家知道是多少吗 85个million 8500万 2017年 那时候马来西亚产品不到100种 所以很多人说很正常的业绩啊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业绩虽然不是很特别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业绩 我们的公司只有只有20个超级的员工 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好不好 20个人的员工 可以创造出8500万的业绩 我跟你讲 在我的认知里面 马来西亚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做到 通常都是很多员工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选择爱多美 那么我们来看 做爱多美呢 在你没有去通过你的方法成功之前 我觉得这五点是很重要 那么哪五点呢 你一定要了解爱多美的收入的架构 你要成为Auto Sears Master 你一定要了解爱多美的收入的架构 然后我会跟你讲心态 然后信念定位跟你的执行力 我们来看看爱多美 很多人跟你讲爱多美可以赚很多钱 对不对 我们加入爱多美像我本身也是 加入爱多美是为了什么 就是希望说可以给自己跟自己最亲爱的人 过上一个优质的生活 对吧 过上一个高端的消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进入了爱多美 因为很多人讲爱多美可以赚到钱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定位是一个经营者 你一定要了解 爱多美第一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零收入 没有收入的 你是免费加入 一开始请问你去招募你的伙伴 你有赚钱吗 你的伙伴买产品 你有赚钱吗 所以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怎么样熬过这个阶段 爱多美的确是可以赚很多钱 没有错 但是呢它是有过程的 它不是你进来拉拉人 拉拉人卖卖产品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了 所以这个架构你一定要懂 这个时候你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你的心态 你的信念 等下我都会慢慢的引导新人进入 用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来经营爱多美 到了第二个阶段叫什么 我叫到劳动收入 不劳不得 少劳少得 多劳多得 这个阶段我相信全面的领袖 我们都经过这个阶段了 我们都通过很多的劳动 就是去服务伙伴啊 做home party 所以今天你加入爱多美 你把人介绍进来 你不动 你希望他动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很低 除非那个人 你招到的那些人 全部像前面的领袖 这样子主动积极的 所以 这个时候你需要有很坚定的定位 你知道你定位在哪里跟行动 所以爱多美 是不是大家都有同感 你招募了很多伙伴 他们都熬不过这两个阶段的 他们会跟你讲 赚不到钱啊 很累啊 所以这两个阶段 你没有经过 你休想 会有一个一万块的被动收入 大家认同吗 这两个阶段 我看过好多人 在没有成为销售大师之前 都已经变成了消失大师 所以呢 今天要在爱多美 赚到一万块 不难的 有些人通过三个月 六个月 九个月 一年都可以达到一万块收入 那么我跟你说 如果是个大学生毕业出来 请问通过十年的时间 他打工的话 能够达到一万块吗 几乎是很难的 但是在爱多美 其实 要在一年达到一万块收入 我告诉大家 真的 真的 不难 只要你愿意 去了解今天的课程 好不好 ok 第三段 我们叫做被动收入 当你来到被动收入的时候 你就有开始会有一个很稳定的收入 几乎是在七千到十五千左右 而且这些收入都是被动的 所以这时候你要做什么东西 你要开始去领导你的组织 你要开始承担责任 那么昨天晚上很激动 看到现在还激动 我们马来西亚出现了六个领袖俱乐部的会员 对吗 你知道他们的收入叫什么收入吗 他们那个已经不是被动收入了 他们那个叫做失控收入 对了 今天他们就算我不做爱多美了 请问他们的收入是不是还会有 他们可以跟公司讲吗 可以管托一下我的收入吗 不要那么高可以吗 请问可以吗 这个叫做失控的收入 所以爱多美你要开始经营之前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收入架构 前面两个阶段你能够接受吗 你能够克服吗 对吗 不然等下你就要做一下 哎呀没有收入 哎呀一个月才赚一个对碰才两百多块 你就不做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有信念 有这个定位 OK我们来看 各位准备好了吗 OK那么接下来我会引领大家 主要是新人 新人或者是一些没有做过直销的 我引领你们怎么样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给自己对爱多美有一个很强的信念 通常我是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来跟我分享其他的平台 我就用这些问题问回他罢了 蓝色跟红色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积极的心态 一个是消极的心态 我这个图我主要要讲什么东西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在爱多美已经有成就的领袖 他们在蓝色这一块 缺一不可 都有到完 然后今天在爱多美 你要成功的话 你必须有到完蓝色的心态 就是正能量的积极的 只要你有一个红色的 你的难度就会增加 你认同吗 很简单啊 今天你做爱多美 你想要赚一万块 如果你是一个被动的人 每天要你的领导 你的上家推你一步 你走一步 请问一万块 会跟你在一起吗 不会的 如果你是一个贪慕西容的人 可以吗 不能 所以当然很正常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一定会出现红色的 我有时候也是会出现的 但是我会跟我自己讲 来了来了 这个东西来了 所以我必须去控制他 必须去管理他 让自己永远一直维持在蓝色的心态 我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今天我们去分享爱多美 你去跟你的朋友分享爱多美 那么有时候他们加入爱多美呢 他们不是因为爱多美的公司 他们是因为我们 因为你 我是先相信你的 所以我加入爱多美 如果你是一个消极的人 请问你能够招募到积极的人吗 他一看你的话 他都觉得你没有办法带领他了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一个很正确的心态 你有了正确的心态 你才会有什么 才会有你的巅峰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拿出那个状态出来 你要赚一万块就有一万块的状态 很多人 他的薪水现在三千块 他要赚一万块 但是他不愿意赚那个赚一万块 应该做的事情 他不愿意改变 每天还是回去做同样的工作 整天跟你讲没时间 老公骂老婆骂 对不对 有吗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夜伙伴出来 成功学院 哎呦不能勒 没有时间勒 对不对 所以心态很重要 心态它决定你的态度 你的行动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 所以先把心态做好 好 迎接这个一万块的收入 这个爱多美的自动性销售大师 好不好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 人对了 事情就对了 人 只要你做对人 事情会跟着对的 那么这个人是谁 是谁 你拍拍你旁边的伙伴告诉他 就是你自己 这个人 这个人做对啊 哎 好心好不好 不是你的上限要做对 你懂不懂 你自己先做对 不要要求那么多 因为哪一万块收入的人 是你自己 所以 自己先做对自己 事情自然而然 就会对了 OK 那么 OK 接下来 信念 那么大家 这个时候呢 要跟我 高度的配合好不好 好 互动好不好 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 好 OK 第一个 请问 你喜欢价廉物美的产品吗 的日常用品 你喜欢吗 Yes or no 喜欢对不对 OK 第二个 日常消费变成一种收入 或者是一种磁细的厨细 请问这个概念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哇很好哦 这些都是 Auto Sales Master 再来 如果通过日常消费 你有机会经营一家 国际连线的网络超市 请问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 OK很好哦 其实这些答案 不可能讲no的嘛 对吗 OK 你愿意 给体验你自己超市里面 那些价廉物美的产品吗 自己的超市哦 你有了超市 你愿意去体验你自己超市产品吗 愿意哦 愿意哦 对 除非头脑进水 Tesco的老板他不可能去Giant 买Milo的嘛 对不对 因为Tesco有卖嘛 对啊 请问 爱多美符合上面的条件吗 符合啊 符合啊 OK 那么今天如果你发展爱多美 你的风险在哪里呢 没有哦 大家都很懂事嘛 其实这些问题问你们根本就是废了 因为你们都是爱多美的爱用者嘛 对吗 但是 我这个主要就给你们知道说 当 有人来推荐你其他平台的时候 你就问回你自己啊 这个平台 是不是价廉物美 这个平台 能不能让我经营国际事业 那么你就知道 到底哪一个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你又了解了那个爱多美的收入架构 你更加的清楚你要去哪里的嘛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请问 你们可以提出爱多美的三个缺点吗 不能 真的不能 没有想都讲不能啊 太便宜 太便宜 OK 很好的缺点 用太久 用太久 你看 所以你看 如果这些都是爱多美的缺点 请问 今天 你不做爱多美 你还要干嘛呢 对不对 对啊 做爱多美啊 你有了这个信念 我抱你 我抱你 刀枪不入 很多人来找我 谈项目 我问他 这些问题而已 他答不出 反而他加入爱多美 对 对的 这个叫做信念 信念 信念不用很复杂 有时候跟你讲信念 他也不懂什么是信念 今天你就把这个当做是一个问题的信念就好了 你都答yes了嘛 对吗 如果你们答yes了 回去没有跟着做 小心报应啊 我是个相信这个因果群团的人哦 接下来定位 你有了信念 心态都对了 信念都有了 接下来什么 你要开始定位哦 定位我把它 分成三个 第一个呢是 你个人 个人的定位 个人的定位定什么呢 你要明确 如果今天 我发展爱多美 我的优势在哪里 每个人的优势是不一样的 你懂吗 所以我讲 我用的方法 今天如果我跟你们分享 哎 你们可能未必能够成咯 因为我知道我的优势 我用我的优势来做嘛 我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 讲嘛 然后我要知道我不足的地方 如果今天你叫我分享爱多美 你叫我去讲 absolute 什么 年年26 马上死 所以我从不分享产品 但是我怎么做啊 我可以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 那么我做爱多美呢 我不管见一个人也好 五个人也好 十个人也好 我一定会有一个Largest的产品 日常用品 很简单 我弹完了商机过后 我开起来 如果今天 你是本身 一路来都有用lotion的人 你看到产品 你是不是 自动会去拿lotion过来test 所以 那个用lotion的人 他分分钟比你还厉害 你懂吗 你还需要跟他讲这么多吗 他用了他觉得好 是他讲好 不是你讲好 那么他test了 他们一定会显他们熟悉的产品的 这样子就OK了 你还讲什么产品 所以做爱多美 你不是产品的专家 也可以做 我本身不是产品的专家 我是一个engineering background 你叫我讲这些产品 我跟你讲 很难 但是我也是可以做 所以 这个叫做个人的定位 你要知道你强在哪里 弱在哪里 接下来呢 是什么呢 你在爱多美的定位 所以 刚才你们回答到这么爽 yes yes 你不要跟我讲 你很喜欢当经营者 当经营者 当经营者不能够喜欢 你也不要跟我讲 你很想要当经营者 当经营者 你是一定要的 如果你要赚这个1万块 你要赚1万块 就是一定要当经营者的 所以你的定位就是说 你一定要当经营者 你不要说 我很喜欢当经营者 我很想要那个1万块 所以你在爱多美的定位 你也是要很清楚啊 那么你做消费者 就好好做消费者就好了啊 就不要去想那个1万块 懂吗 如果你只是一个爱用者 你就不要去想那个1万块 因为消费者跟爱用者 什么不一样呢 消费者 你推他他就会用 他用完你不推他 他就会去super买 认同吗 爱用者呢 就是他用完了 他会自己买很紧张 很紧张还没有完他就去买 他没有爱多美产品他很辛苦 但是他可能 不会是一个经营者 他就是很爱爱多美产品而已 但是爱用者可以提升去经营者吗 可以 就看你怎么去服务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在 个人定位有了 这个在爱多美定位有了 接下来 爱多美 你个人去做 几乎是很难的 所以你要融入团队 接下来是你要在团队的定位 你要知道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领袖级的人 你是一个能讲 能言善道的人 那么你要知道你在团队 你应该扮演什么解释 如果你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 你在团队你应该做什么解释 我们叫做团队的定位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领袖 你已经是销售大师或以上 你想要赚更多的钱 那么你要承担团队的成败的责任 懂吗 你不能逃避责任 不能推卸责任 你不能整天讲上面不行啊 明白吗 然后你要做什么 你要寻找资源 创造机会 这个是一个领袖要做的事情 然后你要基地伙伴解决冲突 你要培养容易感 培养成就感 如果今天你在小千 你是刚加入爱多美 你是真的又不会讲产品 又不会讲商机 那么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听话照做嘛 对不对 你要支持容忍包容积极信任主动配合体谅啊 但是我看很多不是哦 他想要赚一万块 整天在那边批评、埋怨、抱怨 团队 所以 你千千搞错啊 你想要赚一万块 你就要拿出一万块应该做的东西 你不懂你就要听话照做 跟着做 如果我们讲在爱多美 你相信你的领导 你听话照做 这个一万块是很快就会到来的 今天如果你是打工的 你听话照做看 你的一万块跟你距离是很远的 所以你要知道 今天你加入团队 那么在团队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或者是怎么样的配合 明白吗 不要抱怨不要埋怨 因为你要找埋怨的人是很容易找的 我相信 只要你不爽这个人 你随便找一个人讲 哇这个人这个人怎样 三天三夜都聊不完的 讲人是非是很爽的 对不对 讲人是非可以 第一间咖啡店讲到关了 第二间 但是你有没有称赞过一个人超过五分钟啊 有吗 有哦 有没有十分钟 有没有一小时啊 一直在那边称赞他 两个人在咖啡店 哇这个人啊很好很好 一个小时有吗 但是讲一个人是非有吗 我看不止一个小时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心态嘛 当你开始发现到 诶我在讲人是非的时候 诶你来 诶这个事情不可以做多 会有报应 那么你就停哦 对吗 所以你永远呈现出来的是一个 非常正能量 非常积极的 一个做爱多美的人 人家看到你 你不需要去灌输他的 你是吸引他过来的 明白吗 所以你吸引过来的人 都是很积极很正能量的 所以你就不会出现那种 很多人就讲 哎呦这个伙伴 他是应酬我进来的 应酬我进来的 他都不动 通常跟我讲这样的话的人 我会问他 其实你没有想过 其实是你在应酬他 为什么呢 你把他介绍进爱多美 你希望他自己积极去动 你也没有给他服务 你也没有给他真正的了解 到底什么是爱多美 你就跟他讲 哎免费的来注册注册 那么他应酬你很正常啊 因为你也是在应酬他嘛 对不对 所以没有所谓应酬你的人 只有你是不是真的想要 这个一万块的被动收入 如果你想要 你总会有办法的 到这里大家OK吗 所以到这里我做一个总结 大家看一下 你看 心态信念定位都对了 人对了 事情就会跟着对了 所以时间金钱团队 是不是被你吸引过来了 对不对 你们要回答像刚才 YES这么大声嘛 很好 OK 所以记得 把这几块基本的做好来 做好来 因为在爱多美 对我来说 爱多美呢 如果你不是一个真的很强很强的leader的话 你真的是急不来的 他也快不了 但是你千万千万慢不得 不可以慢 你不能慢下来 但是我跟你讲 不慢 不是叫你做种种 很多技巧的方法 没有用 你要很脚踏实地的 脚踏实地的把它做起来 服务好你的每一位伙伴 那么我怎么服务伙伴 很简单 只要是我下面的伙伴 他们想要重新了解爱多美 不管在哪里 不管在哪里 我一定给他一个机会 飞过去 面对面 交流 那么过后你要不要发展 我逼不到你了 对吧 通常我们这些 玫瑰大师 这些领袖啊 我们可以给你很多技巧 可以给你很多方法 唯有一个东西 我们是给不到的 就是叫做意愿 你没有那个意愿啊 你是不愿意出来做的 所以通常我去服务的人 他们只要讲 我很想要了解 不管他是真还是假 我都给自己一个希望 过去服务 不管是不是我的 direct sponsor 服务 因为爱多美是无限带脱离嘛 对不对 所以很好做的 那么接下来 我总结一下 你该有的东西 都在这边了 刚才我都讲过了 你不用想这么多 你只要把人做对 自然而然 这个一万块有一天 总会来到你身边 那么你就需要有大量的自动型消费者 所以你知道吗 在互联网 有一个这样的词迹 这种东西叫做什么呢 叫做享受型的消费 你懂吗 你在买爱多美产品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开心 很期待 最近上了那个点黑班的嘛 对不对 很快就断话嘛 很多人在期待买那个产品 所以他在消费的同时 他在享受 那么你看看 为什么我们会去消费 就是说我们去shopping 去买东西 请问是什么导致到你 会花钱出来买东西 值得 当你认为那个东西很值得 你买的时候 你会去买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那个东西太值得了 有些人甚至刷卡买 对不对 没有钱你会借钱来买 对不对 因为他认为太值得 那么爱多美的产品 你们觉得值不值得 所以你们才会有今天 用了他产品回不了头嘛 对不对 很多人讲爱多美产品 用了是回不了头的 你们认同吗 那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值得 所以这个就是爱多美很基本的一个商业模式而已 它的整个设计就是让你觉得值得 你赢了 他赚了 对吧 他让你赢了 但是他赚了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 共同做事嘛 然后自动型消费者 你要教他们 你要教你的自动型消费者 大家知道怎么样去找出你们的自动型消费者吗 一开始你还没有成为钻石大师以上 或者玫瑰大师以上的时候 你要去看这个数据的 你要知道谁是你的爱用者 怎么做很简单 你去买group purchase tick一下 tick一下 这个是一个方法 可能不适合你们用 我是这样子 我是每个月结束过后 1号到30号 你一定要在那个月最后一天 因为不然下个月看不到前个月 你把它全部copy出来 放在Excel 放在Excel 你就做一个很简单的formular 就说 你就做一个formular 只要个人他买的产品PP高超过20千的 变成一个颜色 这些颜色的全部都是你的消费者 而且你会看到 每一个月啊 就是这些人在买东西 这些人就是你要服务的人 你就要去找他们 给他们了解 教他们买产品 教他们怎么注册 怎么分享 还有要教他们记得 有问题 联络公司 一些 我们有customer service 对吗 我曾经教过一个人 一个老师 我教他联络公司 诶 竟然他call了customer service 他都很开心 哇 很容易哦 他有一个成就感 懂吗 所以你 就是要带这些 你的消费者 这些叫做精准的消费者 总之你用什么方法都好 你一定要知道 谁是你的消费者 那么今天我们 上到了玫瑰大师 我们是很难 比较难的 因为我们睡觉 都有在赚钱 懂吗 听懂吗 我还没有失控 我还没有失控 我还在努力把自己的收入变成失控 那么 这个 其实 我也不用讲了 昨天也讲了很多 我只是要强调一个东西 服务中心 我非常非常重视服务中心的活动 我也觉得服务中心是一个最好 让学员们去学习的地方 为什么呢 服务中心比较小嘛 零距离嘛 都可以沟通 但是呢 去服务中心上课呢 你就不要悄悄的去悄悄的回 去到服务中心 不管是谁 能认识就认识 因为基本上你去那个服务中心上课 都是你周围 就是你那个地区的人嘛 对不对 那么不同团队可以合作吗 可以的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 如果我去到每个服务中心 我都能认识 我都认识到完 因为我们做爱多美 难免会遇到什么问题 有朋友 亲戚 远方过来 你跟他分享爱多美 这种人是很急性质的 他马上要产品的哦 死咯 你手上没有产品怎么办 那么你可不可以联络这些同地区 同样都是做爱多美的人 请问你有这个产品可以借我顶着一下先吗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我啦 你在阿罗斯塔西亚的产品你call我 虽然我们不是同样的团队 我跟你讲你call我 我死都找给你 因为你当我是朋友 对不对 你才会call我嘛 对不对 你当我是朋友你call我嘛 所以我会尽量想办法去给大家 所以服务中心就是这样子 大家要括业团队 然后最后一个呢我就讲这个 然后来到最后 你要懂得规划执行 审核行动 plan to check action 第一个呢 信念定位 这个是跑不了 然后呢 你开始融入团队 这个呢是双向的 哪一个先都可以 然后你要体验产品 体验产品你就会有personal PV 对不对 然后你要进入成功系统 然后你就要进入这个 推荐产品做成交 我之前前几次以前 一开始做爱多美的时候啊 我做一些home party在自己的家 做完过后 产品讲完 全部讲完 到最后没有做成交 他们吃完东西也回了 我也跟你讲谢谢 总发觉有点不对劲 原来没有拿资料注册 所以这个是个过程 然后你就要服务培训 所以会不会遇到挫折啊 做爱多美 会吗 遇到挫折 很正常的问题嘛 给人季节 给人讲产品不好 都会遇到的问题啊 那么你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去买院咯 你也可以去放弃 但是如果你想赚一万块 就重回这个loop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 一个循环而已嘛 就是劳动嘛 那么你要有多大的收入 多快的话 这个劳动看你走多少钱咯 就是一直走这样子 爱多美很简单 ok吗 那么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